各位参会伙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EMQ的李国伟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5G时代LT云延伸的应用 介绍在5G时代下如何使用云延伸相关技术与EMQ的产品 构建灵活的可扩展的物联网应用 实现边缘计算云端处理的整合运作和高效管理 在介绍具体内容之前 目前我们来正式了解一下EMQ EMQ杭州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是专注于物联网消息与流出力引擎的开源软件公司 我们总部设立在杭州 在全国各地以及欧洲 北美均受有研发机构或运营机构 EMQ的核心团队来自华为与IBM产品研发团队 有多年的软硬件研发和企业服务经验 目前EMQ的主要产品EMQX 是国内少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项目之一 在物联网消息中间的领域 能够性能和功能上都保持了全球领先 目前EMQX已经服务全球50多个国家与地区 6000多家企业用户 包括50多家500强企业 自商业化以来 我们已经积累了数百位商业用户 应用在多个重量级商业物联网项目当中 我们来介绍一下EMQX的技术特性 EMQX是一款完全开源南米QTT消息服务器 具有高度可伸缩 软实时高并发和容错的特性 它采用高可用的分布式集群架构 全一部分层的系统设计 在单机我们能够做到百万级设备连接 集群做到千万级设备并发连接 并保持高速的消息穿突 目前支持的协议以EMQTT为主 同时支持WordSocket EMQTT SN RW CoAP在内的多种物联网协议 从开源至今 它已经成为社区中最流行的消息服务 物联网消息MQTT消息服务器之一 EMQ将继续投入资源支持社区开发 并继续完善商业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EMQX作为物联网消息中间件 在整个物联网系统中的位置 EMQX以消息中间件的形容 形式集成到物联网应用中 支持超大型物联网平台 统一层的全部技术站 就是可以集成负载均衡 提供监控管理能力 支持跨云跨IDC的多极群部署 除了基础的南向就是左边的 与设备与边缘系统连接消息团图之外 它可以在北向通过 柜子引擎数据桥接等功能进行拓展 将物联网设备与数据进行连接 实现海量设备数据的存储 计算以及智能分析 在大规模的物联网项目中 设备数量规模庞大 系统集成的组件也非常之多 随着业务的发展 应用的接入设备数量 一般都是在增长的 因此系统的扩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EMQX集群可以使用添加移处接点的方式 来实现不停机的弹性伸缩 除了基础的监控功能 还有集群功能之外 它可以支持Service集群实现负载均衡 通过监控EMQXPod的方式 来实现动态的EMQXPod添加删除 来实现可伸缩 结合现有云原生技术与项目的话 EMQX能够搭建灵活可伸缩的物联网应用 在即将到来的EMQX5.0中 我们重新设计了它的集群架构 就是将运行时的存储与计算节点完全分离 可以进一步的实现 灵活的资源调度与规模伸缩功能 这个架构足以支撑 超大规模物联网消息平台 除了立足于云端作为物联网核心 消息中间件的EMQX外 EMQ还发起了EMQX Edge 与EMQX 两个开源物联网边缘项目 边缘计算特别适合 具有低实验高带宽 高可靠和本地安全隐私保护等特殊应用场景 这两个项目都能够结合5G MEC 边缘容器管理等云延伸技术 一同构建高效的边缘计算 IoT云边协同架构 由于EMQX Edge的功能 与EMQX十分相近 都是入联网消息中间件 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 今天我们来重点看一下EMQX Creeper 它是基于Circle的轻量级 开源边缘流适处理引擎 提供边缘流处理能力 实现IoT业务在边缘侧的动态加载 EMQX Creeper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云延伸技术 能够支持HOME K3S Cooper Edge部署 同时它已经上架了华云的智能边缘平台IEF 可以支持智能的消息多元接入与分析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5G网络下 EMQX对于物联网云边协同应用架构的设计与布局 在边缘端和运营商的MEC计算平台端 这两个都是比较靠近边缘的地方 我们提供了为资源受限的边缘计算设备 提供了轻量级的消息与流处理软件 也就是Edge跟Creeper 然后在传统的云端 各类云端 我们提供了构进5G物联网应用与平台所需的标准消息中间件 也就是EMQX 以及后面我们会发布的一系列流数据处理产品 在整个架构中 数据从设备产出 依次经过边缘接入分析处理 最后进行传输 最终到达云端完成的处理 由此构成了整个5G网络的IoT云边协同架构方案 当然这个架构只是整个5G大基建的冰山一角 未来的时代需要行业 就物联网行业乃至行业之外的更多伙伴一起参与建设 同时EMQX EMQ将继续立足于物联网消息与流处理引擎领域 充分的结合合合作伙伴与行业先进的技术 让产品更加贴近用户与行业 此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让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主持人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谢谢